受到疫情影响 过去航空公司推出类出国的行程大受好评 为了要持续来刺激国旅 交通部也决定要加码晋级 拟推类出国2.0 不用原机场降落 只是为了不影响国内航线的营运 规定至少要飞三个小时 单程的票价要5500元以上 因此算下来来回可能就要1万1 那如果再加上旅行社的套装行程和当地的交通费 算下来花费会比原本的费用贵上三倍 预估两天一夜可能就要超过上万元 因此旅游达人也说要实际执行的话 要来看看旅行社恐怕得在规划机上的创意活动 才能吸引民众的意愿 疫情影响大家不能出国门坏了 航空公司推出类出国行程大受好评 现在交通部也打算推出类出国2.0 除了能宽到还真的可以下飞机游玩 举例来说以台北飞台东两天一夜来回机票 单人大约三到四千元 类出国放宽限制后不用原机场起降 也就是说能先从台北飞花莲玩几天之后 再从台东飞回台北 不过为了不影响国内航空营运 这样的类出国2.0行程至少要飞三个小时 而且单程机票5500元起跳 来回要价至少1万1 如果再加上旅游套装行程和当地交通费 一个人至少要花1万到1万5 比原本要贵上近三倍 就省交通的时间 我觉得还可以 不划算啊 因为很像在国内玩 然后坐飞机 就花一些钱去有别的体验的话 那或许我们还会再考虑 单价如果是高的话 相对它的就是购买的一个旅客 相对会是金字塔比较高端的一些客户 来做一些其他的附加价值 让整个包装会觉得是更就是相辅相成的 旅游大人认为 想要吸引民众恐怕还得规划出别具特色的机场活动 才能奏效 机场小型演唱会啊 或者是说歌友会 春酒啦 或者是男女联谊啦 这些好 平常会员可能都要缴快1万的 交通不免疫 民众是否买单 恐怕还要靠旅行社推出购习金的 扭肉才行 至于翠天 亦领帆台北 采访报道